今天ET个股推介 同情艺龙780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华检选原因 环球新经济股稍为跑赢大市 新经济股之中部分公司公布 季绩比市场预期好 带动到股价自低为反弹 以线上旅游服务为主 同情艺龙可以提高一线 内地4至5月旅游需求恢复增长加快 同情艺龙在五一长假期间 在内地住宿预定量较2019年同期提升6.6 机票预定升4.7 景点门票销量增长大约1.5倍 公司指引今年第二季收入将会比2019年同期增长3.5% 经调整日理介乎3.5千万至4亿人民币 我们可以看看走势方面